这个时候我们肌肤的水分已经比面膜还多了 那当然水分就会开始往面膜做回流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面膜敷得越久 其实你的肌肤有可能会越干 很多人都知道我其实非常的不喜欢面膜 因为面膜的缺点实在有太多 长期使用对肌肤其实并不好 可是因为我自己在某些情况之下 无可避免的我还是需要面膜来急救 比如说隔天有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约会 或者是很重要的工作 那为了妆容要漂亮 我前一天还是可能会负面膜 那既然这个我不喜欢 但是又无可避免的小讨厌 怎么会有这么娘的台词啊 所以这一集呢 我就是想要分享 如何把面膜的伤害降到最小 并且把效益拉到最大 既然面膜不好 那么我们要用 当然就要把它用到最好啊 那首先呢 第一点 因为台湾的天气现在进入秋冬 气温越来越低 所以有些人不喜欢敷冰冰的面膜 他们会把面膜丢进热水里面加热 这个其实是相当公居的行为 因为啊 面膜里面其实很多的化学成分 当它超过了可能40度C以上 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和化学反应 我们无法预测它对我们的皮肤到底是好是坏 所以这是很有风险的 而你不要以为 如果你使用的是纯天然的面膜 就不会有化学反应 no 天然的面膜里面 一样会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敷冰冰的面膜 要加温的的话也不要使用超过30度C的水 第二点呢则是敷了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 因为当你面膜开始在脸上越来越干了 我们的水分反而会从脸上吸回去到面膜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的脸上水分可能只有30%或者是20% 可是我的一张面膜上面可能现在水分100% 等到我敷着的时候 慢慢渐渐的我们会达到一个平衡 变成我的肌肤有50%的水分 而面膜可能也是50%的水分 而当你继续敷下去 面膜的水分可能只剩下2% 30% 而我们肌肤的水分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这个时候我们肌肤的水分已经比面膜还多了 那当然水分就会开始往面膜做回流的动作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仔细看 你的额头上缘的面膜质 以及鼻头的面膜质 当它开始有一点略干了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面膜你差不多该撕掉 这边再补充一下 就是当你在敷面膜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的服贴 它就是利用贴在我们皮肤上 有点类似像是让我们的皮肤窒息 然后它才会打开毛孔想要吸收 所以如果你没有贴得很服贴的的话 你根本没有让肌肤产生窒息的现象 你不会达到最大的效应 所以这一点是提升面膜效应很重要的一点 最后一点呢 则是你敷完面膜撕掉之后 一定要洗掉 虽然很多的面膜后面都讲说 没关系你就按摩至吸收 不需清洗 可是我这边要说 如果你是这样习惯的人 长时间下来 你一定会变成敏感肌 背后的原因有很多 也会根据不同的面膜 不同的厂商 可能会有不同的后遗症 所以我这边建议 不管怎么样 面膜使用完之后 撕掉 就是用清水洗掉之后 做后面正常的保养 而且这个时候 我不会再使用化妆水跟精华液了 我会直接做乳液乳霜 或者是凡士林的锁水动作 因为反正你敷完面膜 你的脸已经有满满的水分了 你为什么还要擦化妆水或精华液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减少你保养品的程序 反而对你的皮肤是好的 好 以上以上的分享呢 能够让你了解到 面膜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当你在使用那个时候 你还是有办法 把它的风险降到最小 利益拉到最大 扫描骷扰扣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疯传媒 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